bottom Bueno 港南 過年一定會買年花 但是年花又是指甚麼花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顏色 和比較可配 和過年時候一定會有花 例如會有富貴紙 朱頂蘭 串串金 和銀鎚 和穗水仙 最好是年二十六七不要太早來 甚至乎年二十八 來買一些小小開的 初一還可以再放一個星期 如果太山有機會自己處理得不好 它也未必會開 還要每天剪腳換水 這個是最基本的 哪一個品種是最容易打理的 其實比較粗枝或大枝的花都容易處理 因為你只要養水 就像銀鈕 你給不給水它都可以放一兩年 想粗枝的花再耐一點就要這樣做 好像手指那麼粗的花腳 就算斜剪剪了它也未必會吸到水 要不就用錘子打碎它 或者用剪刀在中間開一下 剪刀可以令花養得久一點之外 還可以防止霉爛而令水變臭 要水保持乾淨都可以這樣做 加一滴漂白水 為什麼 可以令到水乾淨一點 還有可以保持久一點 比較難就是有些花瓣會薄身的 例如收球 小茅丹或者大里花那些都是比較難的 因為它們又不可以吹風 小水又不可以 水才會跟著那個形態而生 如果我們自己幫它剪 就很簡單地開兩刀 它就會向上生 如果它回到家自己剪 可以再剪開一點 把衣打開它 那花就會向外生 形態雖然不同了 但花的多數都是一樣的 有時候花生得太高 它斷了 你就要剪掉它 那就不會影響到其他漂亮的花 好像這些斷了 我們都不要浪費 剪掉它斷的位置 可以用杯子插回它 也可以 水仙也是會比較容易臭 因為水仙其實是可以淨化空氣的 它會把家裡不好的氣味吸了之後 再發放一些清新的香味出來 所以它的水是會快 過其他花會 會臭和骯髒 水仙都真的應該自己放一盆 或者幾盆水仙放在一起都沒有問題 因為水仙是真的會吸吸附近 好的東西和不好的東西 因為蘭花其實比一般的鮮花 鮮切花是更耐放一點的 可以基本上放到兩三個月以上 每到過年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新的品種 比平時多十種以上 會出一些粉紅色有紋的 下面那裡有幾個花包是未開的 太多花包未開 又未必會開得完 所以都要選一些 剩下兩三個花枕的 花的分泊是比較平均的 都是會來的 都要選擇葉 葉是綠一點的 不會黃或者根不會走出來 蘭花是耐放的 但是很難打理 你管它多 它是很快死的 你不理它又不行 不可以太熱 不可以太冷 又不可以吹風 不可以多水 亦不可以冒水 有空跟它聊天 跟水仙一樣 蘭花附近都不要放其他植物 因為它很需要一個空氣流通的空間 劍蘭本身已經很耐 因為一級級開 所以基本上十至十四日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有機會你買 可能太乾 未必會開 買的時候 你就要買一些可以看到的花枕 如果你是買的時候 整支是青VB得葉的 那花枕就很大機會 本身是屬於細種的 而且未必會開 劍蘭就要頂部的尾 要撕一撕它 它就會開得更漂亮 基本上都是粉紅色和深粉紅色為主 中間的花心 都會有一些黃色的花蕊 橢圓形的一隻碗開出來 其實要買桃花的時候 我要怎樣看才知道它開得漂亮 因為桃花最快的是它不開 那年就是GG 所以買桃花盡量不要買 未看到的桃花 如果它的含包代放 你完全看不到顏色 你就不要買了 最好買一些 有少少見到粉紅色 或者頭是大一點的 還有選了支條 盡量是直身一點 然後那個花包是平均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就有很像桃花的櫻花 都是日本來的 他們的樣子很像 客人都會覺得是吹桃花的 顧名思義都是百年土合 所以都很多人會選擇 一個年 如果花大一點的 那個花頭是長的話 其實它的花就會開得很大 開花之後 最好就將花蕊剪走 因為花粉的染色能力很強 一定要買串串金 因為顧名思義就是 整串花都是金的 開了花出來 還有銀流 有銀有樓 因為它整支都有花 很容易搬運的過程 會脫掉很多花 所以最主要看整支花 那個花頭齊不齊全 或者會不會比較少花 還有支條要粗一點 如果想把銀流放久 就不要釀水 因為銀流是會開花的 如果你不養水 它不開花 你就會看著這個銀流 是一直保持著 它的樣子 是可以保持到一年 月二都是大富大貴 亦都是很搭配的 因為它的枝條又夠粗壯 還有花又曬得又冷得又熱得 就算你偷懶沒有剪腳 它也是會照開花 水也不會特別醜 所以是最容易打理的花 選菊花的時候 除了頭多漂亮也好 你要看葉子 種的時候已經有少少病菌 在花上 花頭是看不到的 但是葉子會有斑點 或者是有些黃 大部分人都不會買有刺的花 或者玫瑰的鞋音 就是很梅 所以都比較少人買 過年都會買黃、紅、紫 這些顏色 其實插起來 就算單色都已經很漂亮 最簡單就是一面看 一面看 一面看 你可以在角度 每一朵花都能看得到 再漂亮的鮮花 都是需要綠葉的陪襯 你的葉子 全部碰到水的位置 都一定要很乾淨 接著會先插高枝 最高的高枝 就是在花瓶的 最多高它兩倍 可以再買其他花點綴 那點綴的花 就一定要給主花藝 只需要在洞洞裡放